对你们平安 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来分享主的话语 来思想神的道 让主的话语成我们心里的力量 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 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话 就进了加百农 有一个白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 白夫长封闻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切切地求他说 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建造会堂 那么在这一段 我们要来思想一个 在信仰当中很容易掺杂的观念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行善立功的信仰概念 这边讲到有一个白夫长 他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 那白夫长他奉闻耶稣在各地 有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 就透过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 那也许因为他认为耶稣跟这些犹太人的长老 他们是同样都是本族的人 是犹太人 他们的关系比较亲近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长老求耶稣的方式 却透露出他们在信仰的观念当中 有这样一种行善立功的观念 他们认为因为这个白夫长他是一个好人 然后又对他们好 那配得耶稣的拯救跟医治 我们相信这个白夫长他的为人必然是相当的不错的 不论是他珍惜这个仆人的态度 或者是我们看到他帮助以色列人 建造会堂 都显示出这个人确实是有非常多美好的本质 但是我们要知道 人的善行并不能够成为我们得帮助 或者是得蒙救赎的条件 如果我们的善行能够成为我们得蒙救赎的条件 那我们的信仰就会变成一种行善立功 或者是很容易演变成为一种对价买卖的关系 就是一种利益的交换 那当然我们知道神纪念我们一切的努力 那也纪念我们一切出于良善动机的善行 但是神却不要我们因此有一种 功过相抵的错误的观念 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应许 告诉我们好的地方神会有奖赏 但是有错误的地方 我们仍然都需要调整 需要去面对 我们的善跟我们的恶 或者是说善行跟我们的罪当中 它是不能够被互相抵消的 这件事情其实很容易明白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存到永恒的 神赦免我们在今生一切的过犯跟罪孽 而这赦罪的功效也是存到永恒的 但是我们的生命的状态 如果没有真正的改变 或是没有真正的调整 那么这个赦罪的恩对我们的益处就会非常的有限 好比说有一个人他因为自己行为放荡 那么导致他击欠了许多的债务 甚至因为生活方式的不正确 他就得到了许多的疾病在他的身上 那么对他来说 即使他得着了一个免除债务的恩 他的疾病也得到了医治 但如果他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 他依然像过去一样仍然吃喝嫖毒 仍然放浪自己的生活在错误的方式里面 那么这个赦罪的恩对他来说 就没有办法带来太大的益处跟帮助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 那么我们所有一切的美好 或者是出于良善动机的善行 神都是纪念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忽略 或者是放掉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改变 需要调整的部分 那么第二个在这段经文透露出的一个信仰的错误 就是在于行善者在今生他应当顺利 或者是神应当应许所求的一个迷思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清晰的信仰观念 基督的信仰核心是在建造属天的生命样式 那么应许的主要的内涵 其实是在于永恒丰富生命的荣耀 那么当然艰难的环境 按着人的本性 我们知道是没有人喜欢的 所以神也乐意给我们许多的恩典 许多的应许要帮助我们 陪伴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忍耐 能够度过 所以神应许我们 祂赐下够用的恩典 或者说我们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那神让我们有够用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忍耐 是要让我们在环境里能够更深地认识神 因为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要很清楚地知道一个概念 就认识至圣者 并祂所差爱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因此我们如果把目标从认识永恒追求生命的事情 也就是这些天上的事情 下降到地上的事情 那我们很容易就会错失了生命更新的机会 因为我们所看的目标 所定金的事物如果错误了 我们所得着的也会错误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很真实地去面对跟认识的 那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一切的美好神都纪念 但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对付 需要处理的部分 那么这是出于神的恩典 出于神的应许 上帝都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要让这救赎的恩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永恒的果效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毁而不改 而是要被光照了之后 然后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 我们要真实不断地改变 愿神祝福每一位 让我们在今天能够比昨天更多的有属神的荣幸 谢谢大家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